中國大陸現在已經 很多領域是崛起了 那你要圍堵呢 其實反而不會成功的 那我們之前看到手機啦 現在電動車會不會也是如此呢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主導什麼產能過剩等等 加拿大跟進 歐盟也要跟進嘛 尤其是來看到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 就算你打壓半天 每家抵擋不了 中國大陸崛起 中國大陸多家的新人員車 9月份的銷量 其實都屢創新高 包括理想啊 這個小鵬啊 這小米啊 這些都很不錯 然後更別說 日經也提到了說 日經中央說啊 哎呀你對拉客關稅對不對 美國半導體啊 電動車啊 你這自己培育很慢啊 你供應鏈也沒有辦法擺脫 中國大陸 電池就七成 依賴中國大陸進口 意思就是 你們去打壓 不會遏制到中國大陸 電動車舉起 電動車基本上是一個 應該說一個很現代化的一個產品 它電池是個重點 還有車體 當然車體美國也做得很好 歐洲也做得很好 但是有一個東西做不好的 電動車的操控系統 電動車的操控系統 現在中國的電動車用了很多中國自己的半導體來做操控系統 所以跟 跟美國這些不一樣 美國這方面限制不住 為什麼 美國限制中國有什麼高科技 EVU 不准做更高端的 半導體 可是電動車不需要啊 不需要那麼什麼3奈米 不用啊 電動車體積很大嘛 不像手機要收得很小嘛 或者像那個什麼 一些AI的東西要用很大的容量 汽車還不到不了 那種全自動駕駛 所以不需要 那在這些技術條件底下 中國電動車的成本 能夠做出世界上最便宜 CP值最高的汽車 那你美國不要 你不讓中國汽車進口 不是只有你美國市場嘛 全世界大得很 對啊 第一個中國市場 俄羅斯市場 南美市場 還有東南亞市場 中東市場 都是啊 跟美國就3億人 對不對 我們還是希望跟美國做生意 當然希望沒錯 對對對 但是你美國這樣擋 你自己生產的出來 我們就祝福你 那你生產出來 跟我們競爭 我們也開心 可是現在就是說 你又不敢競爭 躲到自己家裡面 然後在那邊自拉自唱 然後有什麼意義呢 那你歐盟沒有條件 跟這個中國叫板 為什麼 因為歐盟很多產品 是要靠中國市場撐著 雖然歐盟的市場 第一大是美國 第二大是中國 可是中國 跟美國的 對歐盟的訂單差距不大 你先弄清楚一點 而且歐盟的農產品 賣不到美國 可以賣到中國 什麼豬肉 什麼奶酪 什麼牛奶 對不對 那個中國人都買 對啊 中國人有需要 市場很大 美國人這個都有 美國人需要買你什麼東西 所以你現在 對中國電動汽車 太苛刻的話 那中國下來 葡萄酒 咱們中國葡萄酒 是白酒比較多 葡萄酒比較少 但也可以跟其他國家買 對啊 像澳洲也很開心 現在澳洲關係也不太好 有了好一點點的 像之前莫里森那個時候 但意思就是說 這個市場很大 我這個經濟量體 就這麼大 你不需要我們嗎 中國大陸14億人 誰能夠買得請這些東西 因此德國現在是 極力在反彈 尤其是歐盟 對電動車開增關稅 德國就不斷的罵 蕭茲就說 要跟中國大陸談判 解決爭端 歐盟不應該 為自身造成傷害 然後財長也說 呼籲德國在歐盟投反對票 然後呢 而且還說 反補貼的建議 這都是錯誤的 然後寶馬這邊 也不斷講說 聯邦政府應該採取 明確的立場 投票反對 維穎怎麼看 沒有錯 因為寶馬就是BMW BMW他們 他們坦白講 比較高瞻遠足 對 一方面他電動車 也開始做 而且做了也不差 只是他走了太高檔了 銷量是有限 第二個就是說 他也期待從中國 買這個電池 基本上也是用中國的電池 他也在中國投資 也在中國投資 所以寶馬很清楚說 他希望歐洲市場 美國市場 中國市場 他都能夠參與 所以他當然堅決反對 這個歐盟這種 額外關稅的政策 寶馬就是德國的 那德國當然就是如此 那消失 當然就比較放軟 可是法國自己 很有信心 我這個雷諾汽車 要變成最好的電動汽車 祝福你 恭喜你 你電池做得出來 但是拿得出來再說 對不對 可是他岌岌可為 所以最早提說 要擋中國電動車 就是法國 法國啦 西班牙 義大利 但西班牙轉向了 沒有錯 但是你說對中國 為了幫助你 法國的汽車 你對中國 課點關稅 中國不會太過於 那個計較 可是你的課太過分了 對 有點 有點懲罰性的關稅 那中文面子拉不下來 那你自己喝你的葡萄酒好了 對啊 對不對 它不只葡萄酒 還有這個白蘭蒂 白蘭蒂 還有奢侈品 你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10月4號要做最後的表決 然後因為法國 希臘 還有義大利跟波蘭 這些不是 比較是說要求要來課稅的 那這四國人口加起來 就是39% 所以呢 真的看起來很難 會翻過來 意思就是說很難 阻止去對中國大陸課稅 但是委員剛才講得很白 中國大陸也是有招的嘛 所以你看 這個奇瑞汽車就是說 我們本來在你歐洲投資 哎呀我們推遲一點 先看看你們怎麼做 本來就是啊 其實歐洲自己心裡有底啦 就是希望中國電動車去投資 像西班牙啦 匈牙利啦 匈牙利啦 匈牙利是一定要投資 義大利啦 等等 那現在你像這種敵視的態度 我幹嘛去投資 對 對不對 投資增加你的就業 增加你的稅收 那我何必呢 所以這個 有一點其他的考慮 我覺得是對的啦 沒錯 對啊 但是問題是 需要把這個中歐之間的關係 搞得那麼僵嗎 也是不用啦 只是為了你們要拍美國的馬屁 有需要這樣子嗎 所以中國每一次都笑笑說 哎呀 希望歐洲要有戰略自主性 哎呀 這中國講話客氣去幹嘛 講得很客氣很保守 對啊 意思就是你不要都跟著美國 你要想你自己的利益啦 因為美國如果是川普向來的話 他也想的是美國利益 不會跟你歐洲走的 其實歐洲其實也要擔心 北約也要擔心 如果真的川普上來的話 誰能夠幫助你們經濟呢 跟你搞這個政治軍事 不會賺到錢啦 另外再來看到說 中國大陸要投資 你不能以為說 中國大陸好騙好欺負 就要凱他 就要坑他 這個說的是什麼 說的是印度 三哥又開始說 來啊 來我們這邊投資啦 中國大陸這次沒有上當 我們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印度開始說什麼 說啊希望能夠 來中國大陸投資我們的 這個車啦 但是呢彭博社提到了 中國大陸商務部 有告知石洛家的車商 不要在印度 進行任何跟汽車相關的投資啊 傳出有八家車型呢 停止在印度建廠的計畫 現在還誰敢去印度 哇那中國企業敢去的話 哇那真的是這個 壯志凌雲啊 你有沒有看到手機廠吃了多大虧啊 你看那個小米 小米啊 Vivo啊 對啊全部吃虧 我補充一下好了 小米光2022年喔 就被財政部要求 繳稅繳稅啦 這個5.7億元啦 甚至還扣了48億人民幣 然後呢華為也是被要求補稅啊 都2022年喔 5200萬美元 Vivo也被要求補稅 OPPO也被要求補稅 對啊 這個補稅都沒有來頭啊 任何一個國家喔 如果他的課稅的基礎 是隨著稅務人員的 意志在做搖擺的話 這個國家就會被稅務人員 用稅務人員來勒手外傷 那印度是很有名的 印度啊長年以來喔 國際貿易喔 都是逆差 那國際貿易逆差 他怎麼去彌補這個短缺的外匯啊 所以印度從來不擔心 國際貿易逆差喔 他永遠都有辦法去彌補啦 這個差距在哪裡 第一個差距什麼地方 就是利用他的權力 對外國的企業進行敲詐勒手 要嘛用法律 要嘛用稅務來修理你 每一年他都可以 弄到好幾百億的錢 第二個呢 電信詐騙 印度的電信詐騙 我們竟然在講說 台灣是電信詐騙王國 我沒有說台灣是最早開始的 該打屁股 但是呢 這個輸出到中國大陸 現在輸出到緬甸去 因為中國大陸打炸打得很厲害吧 但是規模還小於印度 很多人不曉得印度 因為他會講英文 而且他又是全世界的所謂 call center 就是那種什麼 電話服務中心 美國給他發包 那個英國給他發包 然後那個加拿大發包 所以培養一群很會講 這個英語的這些電話的接線聲 這些人很多人 就流露到了詐騙集團 整天在用英語在騙那些 美國的老太太老先生 歐洲老太老先生的錢 而且每一年金額都非常的龐大 來彌補他的虧損 可是目的好像也不以你為辭 覺得我這個錢賺得很快樂 對 這是非常不妥當 他現在各國企業機設車廠 不要命喔 不要命才去就對了 對 真的為什麼說不要命才去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之前 他也要求MG 你要怎麼樣 要給我這個印度人的比例 吃股51% 不然我就不給你投資了 意思是我們這些印度人要掌握 不然的話你看 又這樣坑殺 然後之前還呢 這個印度的運輸部長還說 Tesla你想要來我們印度對不對 你就百分百這種本地生產 不然馬斯克不來對不對 那你就去中國吧 對啊 所以馬斯克現在不去你印度了 所以現在你自己翻石砸腳 不是 百分之百生產 是永遠做不到的事情 在中國也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生產 總是有些零組件 你可能要跟日本買 韓國買 跟美國自己買 因為有時候 每一種零組件的生產 它的規格 它的變化 每一年度都在改變嘛 那如果臨時 比如說在中國生產 特斯拉 臨時短缺這個零件 比如說中國突然間 有個什麼生意 把這個零件都掃光了 那你總說不能夠到海外去買 這也不對 可是印度要求百分之百 在全世界的這種投資生產上 這是一個非常不懂的 市場行情的一個要求 怎麼用重人當部長呢 我就很納悶了 但印度很多部長都怪怪的 對 沒錯 你看你在那天天在喊打喊殺 喊說我們要怎麼樣 現在我們的印度製造很了不起 但是呢現實就不是這樣嘛 而且你常常坑殺外企 變說外企的墳場 人家中國大陸現在 車企當然 八家都不敢去你投資了 那你現在就不斷說什麼 說我們要 我們自己電動車也要起來 2017年就宣揚 我們印度也要電動車 然後一籃子的印度製造的計畫 2023年說 這個它的電動車的銷量 要佔汽車銷量2% 2030年也要到30% 那不就這幾年而已 但是呢 根本就是遠遠沒有達標 所以呢 委員怎麼看 第一個它就不斷說 我們要投資 還有一些補貼政策 希望你們來我們這邊投資 印度也做得出電動汽車 這是我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塔塔 對 但它做出來電動汽車 很像我們台灣那種高爾夫球車 你不要想太多 那個怎麼開 真的是這樣子 不能開上路 真的是這樣子 不過它印度開上路沒有問題 因為你馬路上遇到的牛 搞不好比人多 所以這不是問題 不用太快 對 因為它做的也是小車子 對 人家有好的還是要鼓勵 包括印度 但是不能期待太高 印度如果不引進 外國的這些製造的工藝 跟製造的這種設計的話 印度的電動車根本都騎不來 對 所以你印度都還沒有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就喊說 我們2030年要到多少多少 你都在喊口號 那你真的有沒有穩扎穩打 像我們中國學功夫要蹲馬步 你這些機械沒做好 你這些工人沒有弄好 你怎麼要做這些東西呢 尤其你最近你看 讓這個果鏈也非常頭疼 比如說看到什麼呢 你現在印度塔塔電子廠 iPhone零件廠 發生大火 復工時間未定 那就導致印度的果鏈就中斷了 然後路透社說 可能要迫使印度蘋果代工廠 趕快要來找中國大陸幫忙 蘋果在印度所生產的組裝 是比較老舊的型號 1415 因為要是銷售到開發中國家去的 那目前在這個塔塔的工廠管理 顯然不是很理想 那最後還是要請中國的代工廠幫忙 這個是 沒關係 反正來則歡喜去時相送 中國也不跟你蘋果去計較這個東西 因為 所以的確中國組裝的這些比較 舊型的iPhone 在印度在銷售有一點的阻礙 因為他們會故意找麻煩 所以在印度當地生產 在印度賣的話 比較容易賣得掉 就像說我們在台灣 要買iPhone16 一定要先看看 是Made in China還Made in India 天啊他們買得到Made in India 不要嚇死人 對 看一下 不要嚇死人 他們印度排外 看到中國他就不爽 那你就好好用印度貨 Made in India就在India 好好賣就好了 那因為你看塔塔 你看電子廠出了一個大包 結果印度又喊說 我們海外也要軍工廠 我們這個軍工廠要怎樣 要在摩洛哥 我們要生產什麼 要不要生產這個 有的沒有的這個武器等等 我們很厲害等等 但是呢 又是哪個集團 就是塔塔 塔塔也要做軍武 塔塔是八爪章魚 什麼都要做 他摩洛哥因為在北非嘛 那邊的所謂的武器 也不需要很精良 OK 便宜好用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印度蠻會做生意的 因為那邊做的這個 一些基本的一些軍備用品 他其實談不上什麼 軍火工業 軍備用品 一些軍車 他做坦克 對啊 軍坦克 但問題炮塔他做得出來 應該買的吧 我跟你講坦克車 重點不在車體 對 是在那個砲塔 就像說 德國的鮑鵝坦克 最難做的砲塔 是萊茵金屬做的 車體就其他工廠都幫忙做 很簡單 那個相對比較簡單 那印度是 到時候來看看 他的砲塔誰做 如果是印度做的話 那那部戰車就小心一點 好你看 你想要跟學中國大陸 什麼出口這個軍武 你這個底氣在哪裡 那尤其說中國大陸現在怎麼樣 那個方方面面崛起 孟晚舟擔任的是 華為的董事長 10月1號 輪值董事 輪值董事 因為他每半年會輪一次 然後呢 那個鴻蒙 10月8號 就會有鴻蒙 要斷開安卓系統 10月8號 就要開始公測了 那更別人說 華為現在還有呢 三折機 重點是還有另外一個公司 幫他做了一個黃金版的三折機 所以這些都是好消息 哇黃金版的 我真想要見識見識 十萬人民幣 對啊 限量八十八幣 哎呀 我連那個都買不到 連一般三折機都買不到 我先說華為的制度是這樣子 華為制度的董事長叫梁華 我們比較少聽到他的名字 但是他真的有個董事長叫梁華 主持董事會 再來他有四個副董事長 孟晚舟其中一個 那這個四個副董事長 每一個人輪半年 當輪值董事長 等於跟在梁華旁邊學 那做一些重要的決策 可是他的CEO不是董事長 也不是輪值董事長 他的CEO只有一個 而且創業到現在也只有一個 那個人叫任正輝 所以我經常開玩笑說 任正輝採取鄧小平模式 我當軍委會主席 黨主席就有年輕一輩去當 哎呀 每一個人學習一學 大家看誰以後可以當董事長 或當CEO的 這個等於是實習的角色 我知道很多人把他搞錯 以為輪值董事長真的在當董事長 其實是副董事長 輪流的在學習董事長的工作 對 所以呢這也凸顯出呢 華為人才非常多 然後呢接班梯次呢 也不斷不斷的在 在訓練 在訓練 不像你印度 哎呀我馬上就要 達到多少達多少 你喊歸喊 但是你做的能力是多少呢 你在呢組裝場 慢慢 穩扎穩打吧 不要一想就說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電動做什麼 好希望你祝福你 但是不要通通跟中國大陸比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你準備好幾乎 你活著 你怎樣 你不能 nerve 都要學得我 一點 你我們再說